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预知同创网络课堂,我是石剑剑 本节课我们来研究和学习Ecurativity之间的传值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Ecurativity的传值方式,一共有四种 分别是通过Intent传值,通过Bundle对象传值 使用Application全局对象传值 启动Ecurativity回传数据 那么本节课我们主要介绍前两种,也就是通过Intent和Bundle对象进行传值 那么第一种方式,使用Intent意图对象启动Ecurativity的同时 并且传递数据到咱们启动的Ecurativity当中 那么Bundle对象的话,就是将数据打包,存储到Bundle中 随着Intent意图对象激活组件进行传递 好,那么下面我们去介绍其中第一种,通过Intent意图对象进行传递数据 那么我们如果需要向朋友发送信息,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通过发送邮件的形式 也就是说通过Email将消息传递出去 那么收件人收件后打开这个Email 可以从这个Email中获取咱们需要发送的消息 相当于就是发件人需要撰写发送的消息 然后呢发送出去 收件人接收到邮件后去读取发送的消息 那么在咱们Icurativity之间通过Intent的传值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也就是发件方的Icurativity 他需要以KValue对的形式去存储咱们需要传递的这个数据 而这个收件方的Icurativity需要接收Intent的对象 相当于接收这个邮件 然后根据K值获得到具体的传递数据 好,下面咱们通过一个案例 看一下他们之间的传值具体怎么去传 打开开发工具 构建一个新的工程 指定包名 好,首先在这个里面 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最终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好,那么这是一个手机屏幕 也就是咱们的ManIcurativity 在ManIcurativity当中 有一个按钮 好,那么这个按钮呢就是点击发送按钮 然后当用户点击这个按钮时 启动另外的一个Activity 比如说是叫ResultActivity 然后ResultActivity当中展示一个TestView 这个里面就是发送过来的数据 好,就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要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咱们首先要把布局文件写一下 先在这写一个注释 这个是来演示 Intent 传值 先把布局界面写一下 打开Activity所对应的布局界面 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按钮 指定按钮当中展示的文本 点击传值 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引用 绑定按钮的单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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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写对应的方法 点击按钮传递数据到指定的Activity中 好 那么咱们都知道 如果说你要传递或者是发送这个数据的时候 是通过启动 首先要启动Activity 对吧 那么通过StartActivity 去启动咱们的目标Activity 那么StartActivity 需要一个意图对象 那么在这个里面需要创建一个意图对象 指定你将由谁跳转到哪 由哪个Activity 跳转到哪个具体的Activity 好,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当然咱们是由ManActivity 跳转到另外的一个Activity 那么在这咱们去创建一个 显示结果的Activity 可以叫Result 结果Activity 继承Activity 那么结果Activity当中去重写Uncreate的方法 然后在结果Activity的这个布局中去创建一个插码文件 然后在这个里面指定一个TestView 指定ID 宽度是WebContent 高度是WebContent 高度是WebContent 字体的大小是25SP 字体的颜色为红色 好,那么在这个ResultActivity的Uncreate当中 都要用SiteContentView 就要用SiteContentView ActivityResult 好,那么把这个写好之后 不要忘了在咱们的XMR文件中进行注册 在Application的标签里面写一个Activity ResultActivity 好,那么这一系列做完之后呢 ResultActivity就创建完成了 在这个里面 Intent中指定我要由MainActivity 跳转到ResultActivity 第二Class 好,那么这个是咱们之前说的跳转 那现在我除了跳转之外 我想传递一部分数据到咱们的ResultActivity 怎么做 那么在Intent当中 它有一个专门的属性 叫Extra 指的是额外信息 那么它里面提供了相应的PutExtra 也就是说在这 Intent点PutExtra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这个里面就是以键值对的形式存 但是它的键全部都是字符串类型 而直的话类型就比较多了 可以是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的数组 然后Bundle类型 Bit类型 Byte类型的数组 XXX数组 对吧 字符串 字符串数组 Double等等 还有Float 这个里面全部都支持 那么咱们去演示几种比较常见的 那么我在这个里面直接是PotExtra 指定 那么比如说这个取一个键 这个键是唯一性 只要你在取值的时候 根据这个键去取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Value就是当前的这个值 比如说这个Name 传一个值 对吧 一个字符传值 那么这个就是意思是把一个键为Name的张三字符串进行传递 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是存储传递 整形的数据 那么这个是A值也就是年龄 是吧 Value只是一个整形数据 然后 比如说现在想存储这个 Double类型的成绩 那么这个里面可以来一个 Double类型的 然后再接着 比如说现在想存储差类型的 性别 那X类型要有单引号 对吧 那么这个里面存一个就可以了 好 当然这个里面还支持其他的很多 比如说再举个例子 布尔类型的 铺到Istor这个里面指定的是这个是BL 然后呢这个是布尔类型就存处或false都可以 当然我这个里面只是举了一些常见的类型 只要API当中支持的包括是比如说像整形的输组啊等等 这个里面都支持 所以它主要是通过这个铺他Istor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的话这个键是一个字符串类型的 后面有一个具体的这个Value值 那么这个K就是表示唯一标识当前值的键 而这个Value为具体类型 那么这里面我就不依次举出了 我就大概写这么几种具体的类型 然后呢当咱们在这里面写好之后 在呃 StartActivity的时候 这个时候随着Intent激活组件 这个数据也会随着进行相应的传递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启动了这个ResultActivity之后 那么ResultActivity需要获得到传递的数据 并且展示到咱们的TestView当中 所以这个里面获得到TestView这个空间 然后执行相应的转换 然后执行相应的转换 然后在这个里面需要注意就是 首先在这个里面第一步是要获取激活组件的Intent对象 然后第二步才是根据K 获取传递的数据 然后第三步将数据展示到TestView空间中 好 那么这个里面获取激活组件的Intent对象 这个里面声明Intent接收 直接就是getIntent 这个表示获取激活当前Activity的Intent对象 也就是说在MayActivity里面激活了ResultActivity 获得到激活的这个Intent对象 然后第二个就是根据K取得具体的值 那么这个里面比如说我要取的是字符串类型的 就是String类型的这个Name 那么这个里面直接是Intent.getStringAstro 也就是根据具体类型获得 那么这个里面要求传入咱们的K 而这个K就是你在MayActivity里面存储的这个K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是K叫Name 我就直接写Name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现在除了Name之外 我现在要获取年龄Age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Intent.getIntAstro 这个里面是Age 不同的是后面有个DefaultValue 这个的意思是如果根据AGE 这个K没有获得到具体的值 那么这个Age负值是什么 直接给一个0就可以了 这个表示默认值 两个第一个是表示 获取数据的K 第二个是表示 如果根据K没有获得数据的数据 显示的默认值 当然这个字符串里面是没有默认值的 这个要注意啊 好 然后继续 咱们这边是不是有这个成绩 也就是Double类型的 那么这个里面直接是Intent.getDoubleAstro 这个里面指定 这个也是默认值 也就是说如果根据Scout没有获得 那么默认值指定一个 然后还有就是X类型的 6性别Intent.getAstro 这个也是一样的 在这里面指定性别 如果根据性别没获得 X类型可以指定一个空的 然后还有就是布尔类型 那么这个布尔类型的话 在这个里面也是一样 Intent.getBullAstro 那么这个里面指定是BL 那么这个默认可以指定为False 除了字符串以外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get一个 都有具体的默认值 就是get具体类型Astro 然后去获得到这个数据 那么数据获取完了之后 那么在这个里面咱们就展示 ZetaTest进行展示 那么展示的时候可以这样去做 Name 后面加上咱们的这个Name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 咱们可以换一行 换一行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继续 换一行之后下面是展示Age Age 然后-n再换一行 然后下面到了成绩 加上成绩 加上成绩 然后下面是性别 然后后面是BR 就是咱们传的这个布尔值 好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把数据展示 到了TestView当中 下面呢 下面咱们执行看一下它的运行效果是什么样的 好 在这的话咱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 在咱们的发送的发送方的Activity当中 需要有E图对象 然后呢把数据 团到E图对象当中 通过PullTestDore 建置对的形式 然后StartActivity 启动咱们的目标Activity 而在咱们接收方的Activity当中 需要获得到激活组件的Intent 根据K得到具体数据 然后进行相应的展示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咱们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点击传值 这个时候呢它打开了咱们的一个新的Activity 它的名字是张三年龄是20 成绩是98.5 性别是男 这个BR传过来的是2 这样的话这个值就传过来了 当然咱们只是演示了几种基本的 在这个里面的话 你可以去传一些其他的 只要API中支持的都可以进行相应的传递 好 那么这个是第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Intent意图对象的形式进行相应的传递 下面咱们去介绍第二种形式 就是通过Bundle的形式进行传递数据 那么比如说现在咱们的 这个发送方Activity需要传递的数据比较多 那么像咱们刚才采用Intent PortizeDraw的形式 这样的话可能比较麻烦 因为咱们要放进去很多次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可以把数据打包 放到一个Bundle当中 而这个Bundle的话呢它实际上 底层就是一个Map 只不过比较特殊的是 它是一个建制式Stream类型的一个Map 好 那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方便大家去理解 你比如说就像咱们生活当中去邮寄快递一样 那么比如说咱们邮寄快递的整个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我要打电话去联系快递员 对吧 然后呢这个时候快递员是不是要上门取件 那么我把我发送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应该首先要包装好 一层一层的去打包包装好 然后交到这个快递员的手中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快递员就把你的这个快递 然后快马加编的 然后进行这个快速的传递 那么传递之后呢 到了这个 比如说快递到达咱们目的地的时候 这个时候快递员呢 把快递交到这个收件人的手里 那么这个收件人呢 他在拆快递的时候 他在这个想获得快递的数据 首先他要拆开快递的包装 然后呢才能去获得说 看一下这个快递里面 给我具体优地了哪些具体的内容 对吧 那么这些这个bundle传递的这个数据的过程 跟咱们邮寄快递的过程是非常类似的 首先在咱们的这个发件人 也就是发送的这个activity当中 先创建一个bundle 也就是说先将咱们的数据 咱们的内容进行打包 然后呢在这个bundle类中打包的时候 是以kvalue对的形式进行存储的 然后创建一个意图对象 将这个bundle存到这个意图对象当中 而在咱们的数据接收房 也就是快递的接收人员 首先他先获取激活的intention对象 然后获取bundle对象 也就是说先拿到快递 然后拿到这个包裹之后 然后根据bundle中的k 获取指定的value值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下面咱们还是通过代码的形式 或者具体的去看一下到底如何进行传递的 还是打开咱们的这个工程 创建一个安卓项目 好然后指定包名 创建工程 那么咱们在这个里面实现的效果的话呢 还是这个不是那么的复杂 最终是以这个比较简单的形式 还是类似于刚才咱们写的这个效果 有两个activity man activity作为快递的发送方 嗯快递的发送方 然后呢有一个按钮 当这个用户点击发送这个按钮的时候 把数据发送到result activity上中 并且进行相应的展示 好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是bundle进行传值 好首先在咱们的man activity当中 还是去准备一个按钮 然后这个按钮中还是点击传值 那么这个里面引用点击传值 一个on click方法 on click 然后在man activity当中 点击按钮 通过bundle将数据传递到目标activity 好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咱们先创建一个目标activity result activity 继承 activity 重写on create方法 然后给它准备一个布局 在layout的下面创建一个插码文件 好这个里面显示一个testview 指定宽度是webcontent 高度是webcontent testsize为25sp testcolor 蓝色 然后指定一个id 好 然后在result activity里面setcontentview 加载这个布局 好 那么把这写好之后 把result activity在manifest文件中进行注册 application中声明activity标签 result activity 好 然后咱们开始去写 那么在咱们的man activity当中 还是一样的 最终我还是要启动start activity 启动我的这个activity 那么需要通过一个意图对象intent intent 又一个intent 现在我要由man activity去启动 result activity 并且传递相应的数据 所以这个第一步还是创建intent 当中 所以第二步在这个里面需要创建bundle对象 然后用来存储需要传递的数据 所以在这个里面bundle bundle new一个bundle 好 然后第三步 就是将需要传递的数据 存储到bundle对象中 那么现在这个里面就是bundle.put 具体类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put2 比如说现在我要存字符串 就是putstring 然后指定k 比如k是name 然后在这个里面 点put int存储整形数据 比如说age对吧 存储 然后再接着如果想存储 这个double类型的就是putdouble 好 然后再继续如果想存储 char类型的 好 putchar 当然了 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想存什么类型 就put具体的类型 但是要注意的是 件必须是字符串类型 值就是具体类型 putchar 那值就是char类型 putstring 值就是string类型的 好指定 假设我就存这几种基本的类型 如果有的话再继续存 那么存完了之后 这个里面 第四步 就是将bundle 对象 存储到int 对象中 也就是说最终还是通过意图去激活的 但是要注意它是先存bundle了 所以这个里面是int tint.put 就是有一个加s的 里面把bundle放进来 然后第五步才是启动activity 好需要这么五步 那么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现在我把这个发送的已经写好 那么咱们看一下接收该怎么去做 那么发送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打包的过程 那接收其实就是一个拆包的过程 private先得到咱们这个显示的 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 testview find the view by d 得到这个空间 得到这个空间之后 好下面在这个里面第一步还是一样 是获取激活activity的intent对象 所以这个里面还是intent intent 等于get it intent 那么第二步就是获取 传递的bundle对象 那么咱们往里放的时候是打包 对吧 最终把包放在intent 那么咱们在取的时候是先得到这个包 bundle bundle intent 点 get it as trust 得到bundle 那么第三步 就是 在bundle中 根据k 获取具体数据 比如咱们存的有sdrain类型的name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bundle.get sdrain 根据件去获取 有存的 有存的性 这个年龄 那就是bundle.get it int年龄 有存的double类型的成绩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bundle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bundle.get it 根据具体类型 根据具体类型获得 具体数据 好 那么获得y数据之后 第四步就是将数据展示到test view中 设计 计计 计计 然后是性别 好 那么这样就做好了 下面的话呢 咱们把程序运行起来 看一下最终的执行效果 那么这个里面相当于发送方就是一个打包的过程 把数据打包到bundle当中 然后存到intend里面 而接收方 接收到之后 先得到包 然后对包的数据进行解析 好打开may activity 点击传值 这个时候页面发声跳转 并且把数据传递到咱们的 result activity当中进行相应的展示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通过bundle来进行咱们数据的传递 那么本集视频配有练习题 具体内容可通过扫描二维码 关注预知同创官方微信 在界面的右下角点击内部测试答题 点击安卓图标进入 输入本集视频的验证码即可进入答题 验证码请在本集视频中进行查找 大家订阅在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中文字幕开始行传途